男人看着墓碑上的名字 正是他的爱人阿璐和阿璐的仆人 中间还挂着他俩昨晚用过的牡丹灯笼 新三郎震惊地连连后退 好心的邻居借来福咒 贴满他家的门窗 深夜阿璐再度直灯而来 看到窗户上的福纸散发着震慑的光芒 他不敢再前进半步 仆人为帮小姐得偿所愿呼声一计 潜入到邻居家中 要他帮自己撕下窗前的福纸 邻居的妻子已经吓晕 邻居瑟瑟发抖 但他还是表示不会出卖朋友 可仆人却说自己会给他们一笔丰厚的酬劳 在金钱的诱惑下 邻居最终还是选择出卖友情 他们趁新三郎洗澡时 老铁们Shorts时长有限 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官看全集